咱俩分开这几个月 童童天天都在问我 什么时候回家 什么时候你能去幼儿园接她 我也不想让孩子这么小 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 赵姐 我就不明白 你这个刑警到底有什么好干的 你要是不当刑警了 我马上突然给你找一份好的工作 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喂 打错了 错了 要是打对了 您是不是还得走 我真后悔 当初没有听我妈的话 咱们俩 真的是不一样 其实 咱俩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有责任 但是你的脾气和你的性格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一次你有任务 我就整夜整夜等你的消息 可你呢 你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吗 这么多年了 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刘警警 有个公司出事了 您去看一下 好的 你们想干吗 想干吗 想干吗 在这儿就干吗 看着 看着呢 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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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故意的 就是故意的 怎么着 啊 我是警察 警察 警察我也不怕 跑啊 抓着 抓紧 赵队 有事吗 没说 没事 出去 那个叫三儿的人 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 你通知小丁 让她严密坚持三儿的行动 是 是 你走了 我 我和小刘想请您吃顿饭 吃什么饭 想祝贺我被停职了 没有 我们是想让您去散散心 散什么心 你告诉小刘 把案子办好了比撑多情 是 出去吧 是 赵队 是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那赵队他平时喝酒吗 不喝 那他那天为什么要喝呀 是我让他喝的 嫂子 赵队平时是不是特别听你话呀 原来是 现在 他没什么事吧 赵队他被停职了 为什么要停他的职 因为报纸上说 赵队他是酒后商人 他们也不想想 他打的是什么人 他打的是流氓地痞 再说 酒是我让他喝的 有什么事 我可以去给他作证 嫂子 我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 你说 我听说 你跟赵队最近在闹别扭是吗 其实赵队他人真是挺好的 在队里我们大家都挺服他的 可我们家不需要队长了 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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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事要跟您说 丽华酒店的情况我都了解了 赵队他是冤枉的 在酒店闹事的几个人 刚才已经到派出头头案了 他们承认自己喝醉了酒 连累了赵队 现在他们都非常后悔 是这样的 这个敌人这里要拜托你 没问题 你交给我 现在七点半了 如果两个月之后我没有公元 你就赶快再进来逃出去吧 是你啊 坐坐 太乱了 太乱了 来来来 你给我 太乱了呀 昨天队里来的几个朋友在这吃饭 走到晚了收拾了 你给我 你歇会 你给我 我给我 你给我 这面其实特别好事 还有这些袋 还能给彤彤换点玩具 整个好一举两只 好 好 好 你 来 你 好 好 你 好几天没吃了 过期了吧 不是 我这 好几天没吃了 我再去买老师 我去买了 放一顿 就压连 喂 小赵 你今天买了这么多年有电像错 是不是家来来了不少客人啊 多买点 省得老跑 好 包装给你做好了 你过来吃吧 以后你自己 小吃点光明面 药都给你买好了 要按时吃 好 你要走吗 嗯 一块吃饭吧 不了 家里还等我呢 彤彤怎么样 我想去看看她 她还是不说话 她还是不说话 不是 给她帮她 她是还不说话 我的天